家嗎 好 來 我們現在還請之浩 之浩要講社群治理作為一個專案 是嗎 好 等一下 你有提案嗎 社群治理 你有提過案嗎 有 沒有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問問題的話請到slide裡面來問問題 謝謝 因為我不想要講太久 我想要討論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下載我的投影片在這邊 給大家一分鐘 在共比也有 如果已經知道共比在哪裡 就在共比裡面下載 如果你不知道就只用這個捷徑 好嗎 因為我知道這次大會很複雜 好 拿錯了 我拿我的筆記本當麥克風好了嗎 那我要開始囉 哇 這是thinkpad 好 不好意思 一直麻煩你跑來跑去 好 今天的題目是社群治理這個不一樣的社群坑 對我來說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後決定怎麼治理自己 這就是沒有再更民主的事情了 就是一群人憑自己的意願 自願並沒有任何人逼 就像各位沒有任何人逼 你今天坐在這裡一樣 那我們今天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來 決定我們自己要怎麼治理自己 我們自己的規則是什麼 那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民主的實踐 所以對我來說參與社群就是一個民主的實踐 好 我是志浩 我是這次summit的工人 我也是G0V的貢獻者 那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就是代表我自己 那請大家不要說G0V代表有志浩 沒有這回事 好 因為大宗都會 你要講話嗎 因為大宗都會說大家好我是 那大家好我是志浩 我的三個關鍵字是G0V國際交流小組 G0V Summit 2020 還有我現在在做資訊操弄的研究 那在G0V裡面有一個坑是Zero Archive 然後我也有參與 好 首先今天的講不會像順林這樣這麼有邏輯 然後從頭到尾帶大家走 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很多圖片 就是我有看過的圖 然後請大家就是有電腦的話 就看著我的投影片 因為裡面有些字很小 不一定在上面看得清楚 如果沒有電腦的話 就看這個圖然後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我所看到的社群治理 OK 第一個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地圖的人 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社群的地圖長什麼樣子 那社群的地圖就是一件 畫地圖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動作 大家可以仔細想一下 誰可以決定什麼東西在地圖上面 誰可以決定什麼東西不在地圖上面 OK 這是G0V一個貢獻者叫以傑 他做了一段很酷的G0V新手教學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這是裡面其中一個圖 我超級愛這張圖 因為它很可愛 OK 因為新手教學在大宗的時候 就是要快速跟大家做剛剛Liz和Paul講的onboarding 就是如果你沒有來過 你要快速知道什麼是G0V 你沒有時間一年半載去了解G0V的話 你要快速了解 怎麼了解 這個是以傑做的一張圖 好 裡面就是有G0V在中間 紫色的圈圈是專案 就我啦 看起來是啦 然後這個綠色的T型是有趣的 對 突發事件 OK 然後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 六角型 橘色的是工作小組 好 再來就是 同一個這個影片裡面有另外一個 是G0V的實體活動 那包括這次右邊很大的 謝謝大家有買票或是有投稿來參與 謝謝大家 好 再來呢 那就是上一屆 上一屆G0V Summit 在最後 上一屆的總召EPA的投影片裡面的一張圖 對我來說這也是某種地圖 這個應該是 五週年黑客松在空總 台北空總的合照 那本來合照當然沒有這些綠色的圈圈 綠色的圈圈是EPA放上去的 那譬如說 就是大家這邊都會有一些標籤 譬如說 這位是長期負責大宗的食物組的志工 這裡寫的hackintu 這裡寫的physics 應該是物理吧 這邊Volter是 這是Ron 喔 Johnny 他是做投票指南的 NGO 這是雨昌 然後Researcher 這是婷雨 Art 這是跳跳等等 就是大家的label 對我來說就是 也是一種社群的地圖 雖然說地圖不一定是完整的 至少它是一個snapshot 那可是它也是帶有個人意見這樣 那這是EPA在同一個講座裡面另外一個題目 這看起來像是社群 跟社群有關的各種的entity之間的互動過程 這是我昨天才發現的一位叫 Chun Yan Huang的一個貢獻者 他做了一個令人驚奇的G0V 這個很厲害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這個Github網站 你可以搜尋各界大宗的提案還有所有的 不僅是所有的啦 很多的專案 好 然後這個呢 大家應該也都有看過 我想要 手機 這個是在2015年的時候 一位叫Stefan Buck的 有點可能唸錯了 他是拿了這個 他覺得世界上所有的公民科技的Github專案 然後把它之間有共同貢獻者就連起來 那這張很大很大的圖上面 右上角呢就是一堆GG的 是G0V的人 這樣子 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社群的地圖 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社群的地圖 它其實不是視覺的 它就是一堆列表 這個是G0V HackMD上面的一份 G0V社群治理目錄 那這裡面講到了很多G0V的各種專案 和它治理的方法 好 這是我自己畫的 因為我那時候在想的時候是 不同的專案到底誰有參與誰沒有參與 那彼此的重疊又是什麼呢 譬如說 G0V Talk是一個接受演講邀約的群組 裡面的人跟什麼有連結呢 那時候我在想這件事情 或是說 G0V的粉絲專業管理員是誰 裡面的人又跟其他的專案哪裡有連結 譬如說 V台灣跟G0V的連結是什麼 交集是什麼 剛剛那個 Liz有講到的G0V Network 交集又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就自己 這個很自私的 也沒有詢問別人的意見畫一張圖 所以這邊寫的是concept draft 然後不要quote我 這不是一個 這不是一個有實證研究的地圖 這只是一個自己的感受而已 好 我大概在18年的時候 開始參與G0V社群相關的一些國際的活動 那時候會參與一些國際上的會議或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在聽這個募款或是演講的時候 很常聽到就是 We 我們 我們做了什麼 We did this We did what We in the summer of 2014 in Taiwan 我們在20... 對不起 因為被告誡不可以華音呼喚 2014年的夏天我們在台灣做了什麼 2015年在做了什麼 都是我們 我們 我們到底是誰呢 我那時候坐在台下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感到很狂恐 狂恐 因為2014年的時候我沒有在台灣 那為什麼我今天可以坐在這裡 當成這我們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很尷尬 對 那可是呢 我們的反向就是我嘛 那我 一直講我 感覺進台也很惹人厭 好像全部東西都是我做的 所以這樣也不對 所以到底怎麼辦呢 中間呢 就是你可以把我們講得更精準一點 就是我們G0V貢獻者 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 在英文聽起來不太一樣 我們講 We the GovZero Contributor 對不起我又華音兌換了 或者是呢 你乾脆把自己抽離 這樣的講法怎麼樣呢 就直接說 G0V貢獻者們 就不要把自己放進去 這我並沒有覺得 大家應該要怎麼講 而是我自己想了很多 關於這些事情 因為我很無聊 咦 為什麼這樣是空的 Pose一下 好 沒關係 喘口氣 因為我講太快了 OK 在思考社群治理的過程中 其實很常 是感到很焦慮 很常感到很多的摩擦 還有就是 so much 對不起 太麻煩了吧 嗨呀 太麻煩 OK 那我 不是啦 這個不是 我已經早就開始講 怎麼這樣 最近我開始 就是如果我去 我去參加活動 然後我是以G0V貢獻者的身分 去參加活動 我就會說 因為通常都會有主持人 然後說我們現在請G0V的 之號來講講看 然後我就說 當我們開始之前 我就要先跟大家講 我今天來是以個人身分參與 我並沒有辦法代表社群 因為社群有一個自理方 自理 對不起 守則 行為守則 欸不對 宣言說錯了 大家知道G0V有HackMD嗎 HackMD上面有很多 所謂的採訪共筆 這個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因為當所有人 要來採訪G0V的時候 記者大大門都很想要 快速地獲得答案 快速找到代表 唉唷 還剩五分鐘 快速得到答案 那我們就要開始說 不好意思 因為G0V有這個宣言 然後我們通常都是以 線上共筆開放的方式提問 然後才能夠確保 多元意見的呈現等等 這其實是一件很可怕的 很痛苦的過程 那為什麼還有人願意做呢 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 有貢獻到G0V社群的專案 這是我那時候 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也是出於一個痴心 所以那時候想要訪問G0V 那時候 我唯一認識G0V的貢獻者 就是LY 他是這次我們的 這個議程委員 其中之一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欸我 我對G0V社群很有興趣 我想要訪問G0V 我想要 我可以怎麼辦 我那時候本來想說 喔那訪問他好了 因為我也沒有認識別的人 他就說喔 我們都用線上共筆喔 我就想說那是什麼 2014年2月的時候 什麼是線上共筆 他就說喔 Hackpad 我想說什麼是Hackpad 然後他就說怎麼用 我就說 他就 你把問題聽上去 就有人來回答了 我就說哪那麼神 怎麼可能 後來我就把 他就說 那你把問題給我 我就說好 我都在FB上面丟訊息 他就幫我開了一個Hackpad 然後呢 我就看這個Hackpad 裡面不斷一個一個人冒出來 開始一行一行冒出來 所以那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 很感動的過程 這我覺得 應該是為什麼 我會答應當這次總照 因為就只有我有欠 欠了一些東西 這個是GNV這個 社交媒體的編輯台 它其實就是一個 任何人都可以編輯的Google Doc 那 有一次大松 我忘了是哪一次 喔 怎麼最旁邊 黑客松 不知道為什麼叫最旁邊 我就忘記了 就有一群人坐在 中醫院那個資訊所的那個 階梯上 開始討論 我們要怎麼樣 讓GNV的社交媒體 帳號更開放 好 好像差不多了耶 有一些working pro 對不起 有一些正在發展中的原型 那這些原型呢 因為英文有pun 可是中文沒有 就是說正在發展中 有些working 就是有些就是 欸 不錯喔 有些就是 好 第二就是我自己會做的事情 最近我開始想要 就是在那個社交媒體上提議說 我們最後都要加一句話說 這個post 對不起 這一篇貼文 是被誰 看過 然後覺得OK的 比如說像這一篇關於summit的 呃這個 宣傳文 是我寫的 OK image and text by 字號 summit co-chair 然後這一篇呢是 被誰 被倚傑 被bass 根據G0V的社交媒體的治理規則 看過 然後覺得OK 所以才可以被貼出來 這個對我來說是visibility 就是讓 G0V的治理被 不是G0V的參與者也看到 好 再來就是 我和伊莎被按片 我和EPA成立了 G0V國際交流小組 對我來說這裡面有三個open的 開放對話 然後 這個 所以我們成立了 我們開了 天哪 國際交流的頻道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2019年去了柏林的時候 我們採取了一個open code的過程 就是我們公開的徵詢誰想去 那至於 國際交流累積下來的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人脈 contact 那這些東西要怎麼開放 我們還在忙 還在想 因為國際交流的小組成員 馬上就跳進了summit的深坑 所以沒有辦法做完 然後再來 隱私也是一個考量 好 就是剛剛講的 絕對做不完 絕對講不完 所以我們就這樣 那這個其實很有趣 這個是有一次 有一位記者寄信來 G0V Talk 他要訪問 那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信 跟他說 請 能不能請你幫忙 這個支持G0V的開放治理模式 那 我當然寄出了 我當按下寄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挫 我就覺得說天哪 他覺得你是哪一個咖 為什麼你可以要求我開放共鳴 沒想到 他就說很 他就說OK啊 那就來開放 那開放之後就有人回 回了之後 他文章看出來之後 我最後就有私下問他說 你覺得怎麼樣 那這是他的回信 我都把這個 這個隱私資訊那個碼掉了 所以應該可以啦 好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alignment 就是說 我們在想的這個開放治理的事情呢 其實並不是只有G0V的參與者 在想或是感受到相似的情緒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這個正向的結尾 就是 只要敢講 就會有人 來跟你討論 然後你們就可以慢慢的 這個 找出一個 有效而且 夠開放 而且可行的模式 這樣子 那這個是 就是 我們今年這個 透過面海松 這個網絡的連結 看到了 Code for Korea 為韓國 天啊我不會翻耶 韓國的公民黑客們 他們今年得到了一個獎 那在頒獎典禮上面 這隆重 而且盛大的場合上面 他們並沒有只寫Code for Korea 他們並沒有只寫 他們組織的名字 他們寫的是Code for Korea 以及韓國的公民黑客們 所以意思就是 對我來說 這也是一個 一個很這個 具有體示性的時刻 就是我看到 頒獎台上面的這個 標題寫的是 不只組織 而且 有認可 不認可組織的那些人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感動的事情 OK 當然有很多這個 一定會發生 而且 不一定 嚴重程度不易的問題 這我相信 依莎貝一定會講 好就這樣子啦 謝謝 這個 references OK 請大家自己去看 好 掰 有很 謝謝之號 有很長的reference 來 slider slider有問題了嗎 唉唷 我剛剛想到很多想講 但因為沒有插嘴 所以現在都忘了 糟糕 喔 第一個 是就是 GDV沒有代表這件事 在之號長期的 宣傳跟那個 就是 POMO是什麼 就是 推廣之下 我上禮拜去參 去 上上禮拜 去那個 藍軒時間 接受 訪問 關於 臨時小學校的時候 我就先跟她說 我不是GDV的代表 我只是 揪鬆團的成語 她就說 我知道我知道 GDV沒有代表 令我大吃一驚 藍軒姐姐她知道 GDV沒有代表 好 然後 我們現在slider不通 是嗎 然後 另外一個是 我其實很想請順林 來幫我們針對 summit的整個 組織畫一張圖 可以用大白話舉例什麼是 遞回公眾 有這種翻譯是嗎 好 我真的很想了解這個酷東西 誰 可以 要來順林老師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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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好 就 tumi嘛 對不對 她其實 她用了一個 要看剛剛的投影片嗎 還是不用 你說字很多的還是那個 可以交給投影片嗎 對 就是有那個很多次的 很多次的 那一頁 那一頁 對 就那一頁 就是 用 只有copyright例子講 會比較簡單 然後站起來是不是 好 好就是 因為 Kelty一開始 其實主要是在針對 free culture跟 free software那一塊人在講 不可以講英文 不可以講英文 Kelty是人民 不可以講英文 自由軟體跟自由文化 自由文化這個社群在講 所以用那個例子來講 會比較簡單 就是說其實 簡單來講就是說 一開始微軟說 我們是專業者 所以你們要 你們不能用盜版的啊 你們就是要 要給錢 要買東西 然後支持這些專業者 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們要 那我們就會給你好的軟體 對不對 這個是 原來copyright跟這些 軟體公司的邏輯 那free software就說 沒有這種事啊 就是 我們自己也可以寫啊 好 然後你今天 你給我們東西一堆 bug 也不給我們code 我們怎麼改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今天不要用那個 傳統copyright license 方式 我們就用GPL 我們用各種方式 好 然後我們就是說 不是說只有你把持 或是把關 說這個軟體是好的安全 而是大家一起來看code 有沒有bug 大家一起看code 怎麼改 這樣會越來越好 好 那久而久之 傳統的那個軟體的生產模式 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連Microsoft自己都跑來買Github 有很多東西都開源 那這個就是一種 他去強調說這個 自由軟體生產的模式 他有一些 技術上跟法律上的工具 那必須要去強調這些技術 和法律上的工具 哪些是造成的限制 可以怎麼樣去 hack那個限制 hack可以用講英文嗎 就是像GPL 就是對copyright的一個hack 好 然後讓這些 這些本來是我們障礙的工具 讓他們反過來可以為我們所用 然後我們這個模式 生產模式就會替代掉傳統的這個模式 好 所以就是他就會 speak to the existing form of power 就是既有的這個權利的形式 我可以跟他很大聲的說 才怪 沒那回事 對不對 我們這樣也可以 OK 好 對 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請坐 請坐 就是說 Microsoft的 跟 那個 open source 開放原始碼的關係就是 比不 快比不上他的時候就愛上他 這樣子 對 得不到他就買了他或是愛上他 好 好 那再來 為什麼 我們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書文 書文都發問 這是哲甫發問 我覺得他完全有正當性來問這個問題 我感受到那個情緒上的痛苦 我感受到那個情緒上的痛苦 就是為什麼要用 高家良吧 哈哈 哈哈 沒有 來 這個為什麼 哇 我很想移到下一題沒有 為什麼 不行不行我們還是要 要 要在這一題 為什麼要故意用這麼 這麼 這麼麻煩又痛苦 這是誰 為什麼 哈哈 你看 一秒鐘移轉著大家的注意力 哈哈 為什麼要用這麼麻煩又痛苦的方式做事 來 只好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是最麻煩 用最大的痛苦 因為 喔 但我愛他 因為這個社群就是 想幹什麼都可以啊 所以呢 所以我就用我的能力發起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用我的能力寫一些文件 不知不覺就變得很麻煩了 第一個 這個社群並不是什麼事都可以 你忘記 有COC COC的問題 而且其實剛剛在第一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第一場 就是在這樣多中心的地方 其實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在 你才有 你才有辦法讓大家一直聚焦在一起 要不然你就散掉了嘛 所以 我覺得基本上其實是因為宣言的關係 那 因為宣言的關係 當然你延伸出來會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那不同的做法 我覺得其實在過程中 都是一直有不同的選擇在的 但是會是哪一個選擇 其實跟當時參與的成員是有關係的 對 那 成員有關係就可以接到剛剛 只好講的那一段 因為現在的成員是這個樣子的組成 那願意投入時間的人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狀態是這樣 但是 會不會改變 當然會改變啊 因為我覺得我們真的 確實是一直很有機在改變的 所以我從來都覺得 針對G01的報導很難是精確的 因為就是一直在變 大家都一直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 搞不清楚狀況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確實一直在改變 有沒有其他人要講這一題 來 對 謝謝 就是 為什麼要有這麼麻煩 就是要有不只一支麥克風的感覺 就是 大家三支都遞給我 但是我只需要一支這樣 那 就是其實你們剛剛如果沒有在第一場的話 第一場有那個三角形跟橢圓形 上面有六個圓嗎 那其實 就是 其實 剛剛講的 這從開放 從自由軟體到 到往下 其實 這些各種各樣的社群 他們 內部的組織的方式 也都不一定一樣 其實也有差很多的 比如說 像Linux長期都是 就是Tova Linux 他是 他是大佬 他講算嘛 就是 會有這種 就是 那種什麼 好心的獨裁者 這樣子 來幫大家 對 善良的獨裁者 來幫大家做決定 那可是也有些人 他們覺得 他們加入這些社群的理由 是他們想要挑戰 傳統的這種階層化的權利的方式 那這種階層化的權利方式 那這種階層化的權利方式 不只是在政府 也可能是在其他的領域 那他們想要維持這種激進的民主的方式 可以讓 那個三角形 原來的 大的那個 他們必須要 與之互動的三角形 或是政府 那個三角形 不是那麼三角形 或是他們 可以裡面有 更多一些 讓其他人參與的空間 所以這個 這個堅持 某種程度就是說 如果 我跟他一樣這樣玩的話 那我有什麼理由 去跟他說 你這樣玩不行 好 等一下 好 喂 好 Epa 因為我剛好是 因為我剛好是那個 G0V宣言的起草者 那我也回應一下 那個有一題 就是為什麼 用那麼困難的方式在做 那個 一開始可能是 在發起人 剛開始發起的人 剛開始發起的這些人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懶惰 就是很多 嗨 好 很多那個 原來要看這邊 好 就是 那時候很多那個 邀約啊 然後什麼邀請啊 訪談都飛來 那 但是G0V社群 要延續下去 其實不能只靠幾個 所謂發言人 那一定一下子就被 切斷脖子 就斷了 因為如果幾個發言人很忙 或是那個名聲都 鎖在幾個人手裡的話 這個社群可能會 就是會結束這樣 所以那時候 然後又那個 很多人 很不想要回應 所以 就很多人是指這一位 就是他是 最開始被 被媒體target的人 就高家良 所以他就開始說 欸應該是要分散 那我們就 其中幾個人就開始想說 要找比較好的工具 所以這可能也跟工具有關 當時用的是Hackpad 所以那個工具 是比較可以 容易協作的 所以有工具 有辦法協作 有才可能 用新的協作的方式 去面對媒體 我覺得這個是 在那個時空下 蠻大的一個原因 因為如果Google Doc的話 你很難看得出 哪一句話 是誰寫的 所以那個工具 其實也造成了 這個媒體 在面對公眾的時候 的一點 一點這種可能性 然後另外就是 我覺得好像有一部分是 因為我們用這種方式 所以社群的延續 好像也比較有可能 就是沒有把名聲 鎖在某些人身上 然後這個很多人 都認為他是沒有人 所以就開始了 很多不同的嘗試 所以我覺得像 之前可能第一代的 這個co-founder 其實慢慢也很多人 都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多參與的 就是來台南就是來吃這樣子 就像我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然後那個 另外一題其實是我問的 就是 這個社群治理這麼痛苦啊 那會不會有疫苗被代表的問題 好 來 之後請回答 就是 如果都沒有發生 為什麼要定這麼複雜的規則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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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寫這些文件的原因 就是因為 想要防止 可能會發生的事 或是想要 這是一秒被代表的問題 對 治理老半天一秒被代表 對 辟謠跑斷腿 欸 趙搖 一張嘴 趙搖一張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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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就是相信我 我就是代表 不過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 G0V 跟G0V的專案 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看說 去中心化沒有代表 但是 後來在第二版的宣言裡面 我們也改 也改成說是多中心 那在多中心的狀態下 其實像VT1 有VT1的成員 然後 COVAX有COVAX的成員 G0送團有G0送團的成員 然後 國際交流有國際交流的成員 然後 還有什麼 國家保障有國家保障合的成員 對 所以 其實這些 就是各個專案 他們都可以 自己代表自己嘛 對 那只是他們願不願意說 他們是G0V的 社群的專案 或是一份子 其實是現在我比較concern的事 就是我有注意到一個狀態是 大家出去講的時候 也許是擔心被認為代表的G0V 所以他會只講那個專案的名字 那專案的名字跟G0V的關係 就越來越淡薄 就是說至少在公眾眼中 是不被看見的 對 比如說我現在 比如說臨時小學校 得到蠻多媒體關注的 那我們可能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其實常常在思考說 我要講G0V臨時小學校 還是臨時小學校 就是我不太確定我到底可不可以 我到底怎麼講比較好 對 那如果當大家都把G0V拿掉之後 那是不是之後反而就 G0V不被看見 就是專案被看見 但是G0V不被看見 那這對糾索團來說 其實是個 是個蠻痛苦的事情 因為我們有點 就是 我們其實是在maintain這個基礎建設 那可是你基礎建設 建上來的東西 如果大家都沒有辦法連結到 這個社群的名字的話 其實就是在各種事實上都痛苦 簡單講募款很痛苦 對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那你說有這些專案 他說 喔 這些專案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G0V是什麼 對 這個是 對 這是大概我 這半年來一直在想的問題 對 然後 再來 什麼 這樣是不是只有能玩得起 G0V這一套治理方式 宣言COC什麼的人 才能成為社群的一份子 我覺得 你們要不要回答一下 蛤 你直接回答一下 我直接回答 欸 對 對 很解題 那個 玩得起 我不知道怎麼玩 這個還蠻痛苦的 一般想玩不太會來玩這個 就是 就是要花很長時間討論 而且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 一兩個小時都在討論這個 真的是蠻無聊的事 但是 就是你要成為社群的一份子 並不是 不是啊 就不是啊 但是你COC要遵守嘛 對不對 我不太知道這個要怎麼玩 我不太了解這個意思 但是 你願意來參加來提案 然後來貢獻 都 都可以變成社群的一份子 但是當然參與的程度會有不一樣 譬如說我在有一次那個 COAST Club的分享裡面 我就 我就試圖把G0V的參與者分成幾類 比如路人 然後 參與者 貢獻者 組織者 就是我覺得其實是有不同角色的 只是你想要當哪種 路人也可以啊 經過吃吃東西也無妨嘛 反正食物很重要 我們都一直準備很充足的食物 對 所以不需要 但是如果要到場地來 就是要遵守COC啊 對 那再來 出問題的時候怎麼處理 才是精髓所在 欸 對 這個好像剛剛是不是講了 有點像 但是這一題還是應該要討論一下啊 對 堅持沒有代表權利真空被別人代表 沒有 我也不知道欸 我覺得現在只能想說那個 大家各自專案就好好 大家自己代表自己 蛤 跟誰的太戰 被別人代表的那個人是誰啊 被別人代表的那個人是誰啊 就不知道 對啊 就沒有人啊 這是一個hypothetical嘛 我不知道這個題目是說 別人是有人嗎 那如果真的有人 因為GTV沒有人嘛 所以就沒有代表嘛 對 所以如果有人出來說我是GTV代表的時候 喔你就要打他 我知道 因為原來的 原來的媒體政策是說任何人都可以代表 就原來的媒體政策裡面有這樣子講過 那這樣的講法 我的想法 我的猜想是當時的想法是 這樣講的原因就是把事實查核的責任留在聽者的身上 就是聽者要有能力 而且他假設聽者全部都有能力去查核這樣子 嘗試代表社群的人講的話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也沒有不行啊 只是 就是 應該就是會有 反正 我們就等著看吧 來 可以 可以 不是那個別人 我們下一場幾點 休息 就是 那我們可以繼續 休息 沒有 趕快繼續 就是被別 我是說 我不是要幫那個代表GTV的人講話 而是要幫那個其他想要訪問 比如說 任何人都可以代表GTV 那這個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是 任何人都可以代表 像這套講的 任何人都可以代表GTV 但是 你聽者自己負擔查核責任 這是一個意思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GTV有一個 一個組織的方式 讓參與的人都知道GTV在想什麼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去訪問的人 看到任何人都可以代表GTV的時候 他不覺得自己需要負擔查核責任 嗯 嗯 對 所以是 有可能是說法讓人誤解的問題 但是 另外就是要被別人代表的時候 要怎麼辦 就是這個 像剛剛知道講的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就是 不斷的去 Promo 然後就會出現 訪問益莎貝爾的人知道說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代表GTV 對 就是要有人很煩 就是要有人很煩 就是要去戳說 我們都知道你很煩 不是在很廣泛的不是在特別針對某個專案去做 但是他是在幫助社群裡面的參與者 對 就是 就是 對 然後 然後 要講什麼大話 其實 欸 什麼意思 好 我其實沒有要講什麼很深奧的道理 可是 可是我會覺得好像我們其實是卡在一個說 identity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說 這個identity其實是有排他性的 那如果我們要 我們要堅守這個identity 就 怎麼講呢 等一下 這怎麼有排他性 當 比方說剛剛我們在講說 我們 我們是這裡的人嗎 對 就是說 剛剛有一個 你怎麼代表GTV 是 其實當我們在講 你怎麼代表GTV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隱含著說 GTV 這個詞其實是有排他性的 那可是如果我們想要去做到 像這種去中心化的管理的時候 這個identity的東西似乎就要完全的被打破 因為他 這個組織的意涵 或許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也還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結論 這樣子 只好不要回應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大家都可以用GTV嗎 排他性是有點抓不到 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耶 就是我們介於一個需要有一點有 好像有代表又沒代表的狀態 不是像香港那樣完全無大台 如果是完全無大台 就沒有什麼代表不代表的問題 就不會一直卡在這一題 但就是一個介於中間一個曖昧 然後才會一直在在這一題上一直精進 因為那以前是大家都可以代表 所謂代表GTV 就可以自稱 然後現在是有 就是patch很多新的規則 但是又一直在討論 我覺得這個過程好像有點像是你 你在講的那個分野 我只說一下就是剛剛 剛剛陳 是陳順林老師嗎 就是陳老師 講到的概念可能會比較貼近 像審議式民主的概念對不對 剛剛有一個 剛剛有一個 沒有講到審議式民主 好 那我可能舉個例子不是很好這樣子 沒關係 我要講的是GTV並不是一個空泛的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是 因為它其實是有norm在的 它是有社群的規範在的 對 比如說像剛剛順林講的那些東西 我們在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沒有 可是經過了七八年 你要說它沒有其實是很難說服人的 對 那所以 這些社群的 協作的規則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維繫大家一起 怎麼繼續協作下去 的一個 一個基礎 不過它可能會無可避免的 會帶來一個排他性的副作用存在這樣子 我一直不懂你說排他性是排誰啊 比方說下面好像還是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是說 是不是被拿掉了 回答就會被拿 你是說疫苗被代表嗎 不是 就是如果事情要變得這麼麻煩的話 那是不是會等於讓其他不懂這個 GTV規則的人被排除在外的 來順便講一下 對 有不同層次的問題 就是剛剛講說 大家都可以來參加GTV的活動 對 大家都可以參 就是跟 其實你就算你不需要事先閱讀COC 你也不需要事先閱讀宣言 對 你就可以去大宋小宋各種宋 對不對 對 好 因為COC基本上就是一些 common sense把它寫成文字 好 那GTV宣言有一些東西 其實你參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可能才會覺得說 那個東西對你來說重要 那我覺得這裡面是到你參與社群治理這一階段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 這確實你有時間來參與社群治理 你有這個精力來參與 你沒有這個參與過這麼久 跟大家這樣磨來磨去 你的精力沒有被磨完 你還會願意留下來 那你你確實就是這樣的人 玩得起 如果你的意思是這樣的話 好 那這個那不是你的問題對不對 但是就是我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 跟剛剛依莎貝的回答 那我覺得identity到底有沒有排下去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怪怪的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identity 問題在於 剛剛依莎貝的那個提到的一些東西 其實是在於 跟代表距離比 就是你講完話 這件事情可能 你講 大家也會覺得你講就是你講 可是如果有人認為 他代表距離比 那這個時候 會牽涉到一些 funding給誰 嗯 對 或者是邀請誰 或者是國際連結的connection 要給誰 對 好 這種時候那個資源 可能國際連結的connection 要給誰 不是排他的 可是當今天有一個 國際黑客會議的邀請 台灣距離比的時候 他要邀請誰 這件事情是排他的 嗯 對 OK 所以就是有一些東西是排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開始雖然沒有強調講 社群治理沒有只想要講 distribution就是分配資源的問題 但是其實講到後來那個就是跑不掉 就是還是一定會去講那個東西 那社群治理有很多其他的面向 歷史他們完全沒有講到資源分配的問題 可是剛剛我們講的幾個都是 是 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確實會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剛剛知道在講的時候 會不會有沒有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國際交流他做一件事情是 當收到國際的邀約的時候 因為確實會有人來邀約我們出國去參加會議 那國際交流想辦法就是去年 就是去開放徵集參與者來參加 然後讓這個補貼可以到 就是讓參與者可以拿到這樣子 然後我看接下來 好多問題喔 怎麼辦 我可以給大家幾分鐘讓大家投個票嗎 因為我覺得最後只能再問一題 就是 30秒讓大家投個票 在slido上 好 大家知道可以按那個讚 就是按讚就可以投票 所以像現在我們最高的是那個 右上角這一題 那如果有人按別題他就會跑 就OK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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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到了嗎 有我發現了 我覺得有點傷心 因為到今天下午 可以直接刷QR Code 對 就是到QR Code在哪裡啊 QR Code在哪裡阿 尚 我傻了我 我一定要講今 這一次議程組真的好優喔 整個那個 拍手 政府在嗎 謝謝 我以為這個 整合的那個HackMD真的很棒 而且其實 那個國外講者來問說 我可不可以開Slido 我只好回他 他說 我們都已經幫你開好了 超自傲的 我們是誰 不可以說我們 可是我不是我們 那我回信的時候 OK Organizers 好 結束了嗎 同票 同票結束了 同票 五票 大家對於社群的終極想像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會有直接取代代議政府的一天 我覺得這個大家自己覺得會的舉手 覺得會的舉手 對這個社群的終極想像的主持 應該是就每個人 所以大家自己想像什麼自己決定 如果是問我的話 我是覺得不會 我講完了 現在投票一下 大家覺得 覺得不會的舉手 覺得不會的 好 OK 好像大部分都覺得不會啊 好 那有人要講一下原因嗎 你講的理由 貝斯要不要講一下 豬米 好來 請 誰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問題是我問的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會滿好奇 就是 如果今天 這件事情 Gillion Lee 它可以擴張成 到什麼程度 它能夠就是 在台灣 變成一個主流的時候 那它要承擔的責任 跟它能做到的事情 就變成是 所有的成員都要一起去想像的 那我覺得 把這個東西 在這個時候丟出來好像滿重要 因為 就是 感覺是一個 如果 這件事情做得很順利 那它就有可能 它必須要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 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個 政治制度啊 很多 就是 公益的部分 它是會有很多缺陷的 那 如果Gillion Lee的專案 已經發展到一個 很 怎麼講 很進步很厲害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 去取代 目前的 目前的 已經在進行的 政府的各個政策 就是由下而上的治理 跟由上而下的治理 可以翻轉過來 我覺得 可以提前去思考 這個可能性 跟問題 跟 我覺得作為一個 我覺得 以Gillion的講法 就是你自己挖了一個 超大坑 對 就是 我也想 釐清幾件事情 第一個 Gillion Lee不是組織 所以它沒有成員 所以剛剛其實有問題說 大家來來去去 大家都是自由人 就算 好啦 我可能沒有那麼自由 因為我 我答應揪鬆一些 就是 commitment的 固定要開會 但是 你其實 都是自由 你可以來來去去的 然後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開會員大會 會去討論組織目標這件事 這個沒有辦法 不會 對 2021 再 什麼 政策策略什麼東西 對 沒有這個東西 當然在你的 你的工作小組 或是 你在的專案裡面 你們要去討論說 你今年想做什麼 這個是完全OK的 但是 Gillion Lee整個社群 其實並沒有 因為我們希望是多中心的 那你說 那我們怎麼去做 怎麼去改變這個現實社會 我覺得第一場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 就是 第一場他們有講到一個是 把這個文化 帶進原來的組織裡面 原來現有的組織裡面 所以我覺得 比較有可能發生的是 當你非常熟悉這個 協作的文化的時候 你可以在其他的組織裡面 去改變它原來有的文化 所以這個就是把他原來有的 用新的model 新的協作模式規則 去把它替換掉 比如說像 欸 我可以講Epa嗎 就是 我們會有一些參與者 在他參加 在他工作組織裡面 去改變他這個文化 比如說像 我個人參與 那個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我們還有Roni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想要把 Gillion Lee這一個 協作的模式 的文化 帶進去 跟政府部門協作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可能 發生的事 那你說 功能上要取代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每個組織有自己的功能 但是文化能不能改變呢 我是希望長久以後有機會 來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想可能補充一下 我剛剛講 因為您問的問題 會有一點 往 有收到音嗎 往有點 有點類似政治學的那個模式去走 那可能有一個 這可能大家未必同意的一個想法是說 如果我們要把完全把代議室政府取代掉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意味著 也要把國家認同這件事情也連帶的處理掉 這沒有絕對 可是可能就要去思考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有這些co-op conduct 就是剛剛為什麼會特別講到排他性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因為我如果要有一個國家 當然最大是國家這個組織嘛 那我就需要有這些行政法律的這些東西 去強制 以一個上 由上而下一個強制力的東西往下去貫徹 因為組織它就編定了一個界線 你要加入我這個組織 你就必須要遵守這些組織規範的任何事情 不管你這個是從你願意接受還是不願意接受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要取代代議室政府的話 我不敢說絕對 但是你可能就要思考是說 比方說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香港的反送中為什麼一直可以持續到現在 是因為他沒有一個中心化的組織去講說 我是代表哪一個組織 所以警察抓他的時候他抓不到 可是如果他有一個組織有一個的時候 他會不會就一個人被抓到 他就全部被殲滅了這樣子 對 這是對你一個回答的補充這樣 謝謝 好 那志浩跟順寧還有沒有要講什麼 我再回答 我那個補充的回答 就是第二題 第四個人問的這個 如果有人劫持這個綁架 就是亂入解脫討論的方向 其他人把他趕出去嗎 應該不會 但是我們可能會協助他離開 對 這是 協助離開是我昨天 我前天在台南酒吧學到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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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大家離開 對 那我的協助回答一下 那個是不是制定自己 沒有啊 規則都在共筆上 又沒有人說你不能改 為什麼你不去改呢 好 回答完了 我想要協助大家去吃點心 所以我衝 我稍微就是 我想講其實剛才幾位都講蠻多的 任何的治理其實都牽涉到資源的分配 所以才會有自己的議題 那居民遇到治理的問題有哪些 我們其實是一個聚集大家 願意貢獻時間的一個資源 這是一個 然後有一些方鼎 這是一個 國際的Connection 剛剛提到的是一個 那怎麼樣讓大家在可以參與的情境之下 共同的來讓這些資源為這整個社群所用 這個是治理要討論的問題 所以這是整體社群的治理 那再來是個別專案的治理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了解這些治理的規則 但是最基本是你要了解COC 你就可以參與任何專案 那但是一個專案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通常也伴隨著我們剛才講的 這三種資源會進來 那這個專案本身就要對這三種資源 有一些分配的討論 有一些治理的討論 所以這個時候在GNV的這個 很多人已經踩過很多雷的情況之下 大家其實可以給這些專案 一些很好的建議說 你可能有幾種做法 要不要跟法人合作 要不要怎麼做等等的 所以我想 我們今天討論的層次非常非常的多 有社群本身的 有專案的 那甚至有這個GNV 因為中文名字是臨時政府 會不會取代政府 那我也同意剛剛易莎貝說的 我們可能做的事情 比較是一個原型 就是說有這樣的治理方式 有這樣子的運作方式 有這樣子多專案合作的方式 那可能政府可以在某些情境下參考 那我最近感覺到了一個就是說 在政府面對一些新的挑戰的時候 他會開始不在他本來的規範內的問責 就是他有一些問責是不在他的機制裡面的 這個時候是公民社會要扮演很大的一個角色的時候 但是我們不可能總是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外在的問責性 怎麼樣規模化 變成是可以回到政府裡面 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像政治獻金我們搞了好幾年 最後終於他要慢慢的回去政府 有做數位化的公開 那再進一步 有沒有做更快的公開 更即時的公開 那我們就是把本來這個問責 從民間再把它推回去政府 那所以我自己的想像 就是我們很懶惰啦 不想要所有事情都是 永遠都在民間做 那政府有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們希望把這些東西push回去 快大家去吃點心 我們協助大家去吃點心 謝謝大家 謝謝